马泰边境人员在毒机破跨国贩毒勾当 我国毒贩利用家具引人耳目 将超过500公斤的大马分装到29个麻包袋 混在家具货车中企图闯过击打黑木扇关卡 将毒品走私入境我国 但监技无法得逞 执法人员一眼识破当场逮捕司机 起获市值170万令吉的毒品 调查显示 落网的大马级险犯莫哈莫尼站 曾经两度收取1000令吉的酬劳 为泰南毒贩运毒 货车在黑木山通关后 将毒品运到吉隆坡黑市散货 上的山多中玉虎 这回还没过关 就被泰国警方识破 束手就擒 暗藏在货车内的29代 重达520公斤的大马 抽不估计市值1560万泰铢 约合马币大约175万令吉 关卡人员全数充公 司机将在送款法庭接受审判 鳌鸣